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那台湾的车市是不是也跟着惨兮兮呢 我们看到在六月份 大家会发现以往的这个神车 Toyota的COROLA ARTIS 它不只是被自家的RAFFLE 甚至于COROLA CROSS给击败了 甚至于在六月份 竟然也被其他品牌的车款给抄车了 那在六月份的时候 进口品牌之争更是精彩 没想到一直坐在神坛上面的Toyota 竟然被这个进口品牌给夺下了冠军 到底是哪个品牌这么的厉害啊 我们先来看看六月份整体市场的表现 艾达来告诉我们 六月份不论是比起上个月 甚至于比起去年同期 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呢 可以不等一下再回答 怎么说 泡一句冠宜刚讲 这个今年2020年六月 整个销售 算是动荡极度的动荡啊 哇 因为整个销售状况啊 排名啊 这个通通有了一个非常 令人跌破眼镜的一个这个改变 是 非常非常特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占比例啊 进口车占了50.2% 国产车占49.8% 这已经根据以往前几年 我们在讲所谓的死长交叉 已经没有关系了啦 因为呢进口车爬过国产车 也不是第一天了 那曾经在疫情的状况之下 国产车 赢过进口 稍微扳回一点面子啊 但是啊 刚刚关怡你也讲 进口车整个销售排名哇 又是一个吓死人的一个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状态呢 我想可能会持续很久 所以我们就不再来去讨论它 但是这百分百的进口车市场 国产市场加起来 这挂牌数字在总市场是败了 三万两千六百三十三辆 比起上一月比起这个年度同期来比的话 其实是双双成长的一个状态 那还不错啊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说缺兵片 塞港没车 没有那个乌俄战争 那个山材都没有 结果 都成长 确实只是回复了 回复把一月到五月欠的单子 欠的车子 慢慢慢慢慢慢的平复回来啊 慢慢的平复回来啊 那当然在国产跟进口上面 都是稍有增长以及这个改变 你会发觉国产算是 比较厉害一点 很特别的一个表现啊 所以也证明了 其实国产车可能真的受到战争 晶片的疫情等等的影响 稍微缓一点点的状态 那你就看到了 以目前六月份来说销售的是这个 总量是三万两千六百三三辆 对 那Eric你又说 这个只是六月 只是把一到五月欠的补回来 所以一到六月卖多少 一到六月卖20万辆 那整体来说推估 推估下半年啊 会是比较热的车市状反应会出现 也就是说下半年整体啊 销售可能要达到25万辆 26万辆左右 就是全年度啊 要后期直追就对了 要后期直追 全年度要来到46万辆 就是六月份追回一到五月份 然后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要再往前追 去年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 这个竞赛月没有了 鬼月也不促销 现在其实在 7月底马上进入民俗月 我认为车市啊 在民俗月上面可能要有一些动作 嗯嗯 让这个市场上面能有一些 热度上来啊 为什么下半年你要知道冠宇 很久没有回来台湾的品牌 包含MG 对 确定要在台湾 没错 新车上市 欧宝 对 OPPO 确定要在台湾新车上市 甚至有人推估啊 欧宝这个公司代理商的名称叫做什么 欧吉啊 欧吉 欧吉啊 欧就是欧宝 吉是什么 吉普啊 啊 吉普也会 吉普 大家在推测啊 所以你看看 不能讲新的品牌上市 而是 离开台湾市场的品牌 回到了台湾之后 他要不要做一些 积极的车型的一些 这个广宣啊 促销啊 行销手段啊 一定要 就会刺激整体市场 那现在这一些品牌 哇 啊我新的对手进来台湾市场 而且这些是这些车子 本来在台湾 就有不错的知名度 以及口碑的状况之下 我也要积极应战啊 所以为什么会推估下半年的市场 会到25万26万两 全年度来到46万两 你看看 基本上上半年才20万两 下半年要卖25万两 是不是 很有趣 很紧绷啊 所以在这六月份里面 诡异的变决啊 等一下我们请冠宇带大家来 好好的看一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好 听完爱大的分析之后 我们知道了在六月份 整体市场国产跟进口的这个表现之后 马上我们来细看一下 在国产品牌的部分哦 仍然这个五大品牌 是不是有一些洗牌 甚至于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行南 对 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六月的国产五大品牌 其实第一名不意外了 依旧是Toyota 那我们先看一下各大这个前五名 第二名是Honda这个月表现非常不错 我们等一下来介绍它相关的原因 然后第三名是一直跟Honda在拉锯的这个 然后第四就是尼桑 第五是米兹鼻喜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每一家的状况 那以Toyota来说 它的挂牌数5900多台 市占率高达45% 在国产的车系里面 那其实讲到Toyota国产 当然它的谈霸子目前就是他们的CC 这个月都维持平盘 有3000多台的挂牌的焦量 算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销量的表现 然后另外再来看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片头 开场的时候冠宜有聊到 Artis这个月稍微有一点奇怪 它被我们等一下讲到的Focus 有稍微追过了 但是Artis还是有一千多台出头的 这样的一个销量 那另外其他Toyota还有一些也都卖不错了 不然它这个很厉害的小车 我们一直在等它要出新的大改款的Yaris 这个月也有800多台 然后另外的Vios Sienta等等的车也都还有 数百台不等的一个销量 所以让它依旧是稳站在国产的第一名的部分 那再来讲到Honda的部分 原本我们大家就说 Honda就只剩下CRV Fit的两台车在撑 那终于它HRV也发表了 然后我们六月算是 第一次看到HRV的销量挂进来了 当然它的Honda当然主力这个月 我觉得还是要夸赞一下CRV 真的非常厉害 一直在等它改款 结果它已经到这个一个借零改款的车 结果一直能够跟一些刚出来 或是这一两年的新车能够力拼 所以CRV依旧有一千多台的这样的销售 是很好的之外 然后Fit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也都也说 它其实这个EF是很受到 台湾消费者的这个青睐 所以它的交车比例也蛮不错 那最让我们期待 就是六月第一次看到的HRV 它其实只有挂了四百多台的单 那实际以我记得在六月底 我跟台湾本庭有update一下 他们接单的数量 它说应该已经 我最后一次问它是2700台 那现在是七月快中了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已经破3000张订单了 但是那时候它不是有发一个新闻稿 说它比较顶规的那个尊容 Prestige 是要七月以后才有办法 它是说要到十月才会交 十月才可以交车 所以等于你六月底七月定 大概要四个月 等于是现在交的都是比较入门的 那你入门也不是马上交 我记得它说S Plus进化 大概也要两个月 也要两个月 怎么会这么缺啊 各家都一样的老问题 连国产车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HRV可以接的下来 如果它真的有3000张的订单 接下来我觉得它能不能交更多 会让Honda的在排名的整个层次上 还会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然后再来看到Ford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这个月特别漂亮的数字 就是Focus 但Focus我记得在今年初 还有受到一些缺料的影响 稍微有掉下来 但这个月它终于一举超越了 这个国产的这个房车神车 当然有些人会说 有点甚至不武 因为Focus有Active 那Active的跨界就是息息 那当然这个车系 各家有一些命名方式 所以如果以Focus 跟Focus的4D 5D Active加总起来 它终究真的这个车名 是赢过了Active 是一个很漂亮的成绩 而且Active的确在占比 也接近一半 接近一半 对接近一半 我记得总挂牌是1200多台 所以Active也有500多 接近600台 要我选我也会选Active 对所以这个跨界车型 的确是很吃线 适合台湾人想要的车型 那另外的话 福特的话 KUGA的话 就是以这个月单看这个成绩 的确是还在 努力的在追CRV 它的成绩还没有上来 好那再来看到Nissan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Nissan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都 大家一直在等它 不论是小改款的Kicks 或者是大改款的X-Rail 那今年到目前终于在前一个月 这个法术会有确定的方向了 那大家很期待 是Q3的Kicks的小改款 那到底会不会有E-Power 到现在有一点众说纷纭 有可能会有 那原厂什么 它会进口还是国产 有人说可能会进 有人说会国产 但是第一批可能没有 就像当初的Fit Fit一样 对所以这个还没有一个 百分之百确定的消息 当然终究是很期待 这个Kicks小改款出来 不过它这个月Kicks还是卖得不错 也有个700多台 所以是目前理上里面 卖得最好的一台 跨界修理 那另外其他几台车 包含它的X-Rail 当然我们就最期待 年底全新的大改款出来 然后另外它还有像 Central Tida等等的 整个销量 那最后来看到第五名的 就是Mitsubishi 那Mitsubishi当然 我们也是期待它会有 Outlander的新增 很多人在问 那我想说今年应该 目前都没有消息 应该要到2023的这样 才会有进一步的确认 那以目前它的现况 主力销售当然就是包含像Linger Colplus 或者是像是Grand Lancer 等等的车款 所以这是以上 这个五大的国产车产的 一个排行状况 是的 在六月份国产车的排名 大家觉得说 好像每个月都差不多嘛 看来看去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但是接下来观众朋友最期待的 也就是进口车的部分 进口品牌哇六月份超精彩 这跌破大家的演技这个排名 乃哥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非常惊恐的地方就是 Toyota竟然从第一名调到第二名 从来没看过Toyota不是一的呢 对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进口车对不对 对 所以进口车呢 我们都知道 Toyota的进口车什么卖最好 Rawful Rawful嘛对不对 结果你看六月之后它交几台 交不到一千台 怎么会 那这代表什么 没车嘛 原来是缺车 没车嘛 但是呢我们来看看 B&W虽然串到第一名 它挂牌数也到达两千多 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 其实跟去年比的话 B&W在这个排名来说的话 是差不多 跟去年 就在六月来说的话是差不多 但是如果它跟去 自己的上个月比增加了 一百一十五个percent 这个好夸张 那意思叫对吧 表示它车到岗了 对车到岗 然后也就代表什么 其实B&W很奇怪 它一到五月 几乎没什么车来 所以它就算这一个大补进来 这个现在半年了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半年的时间 B&W其实还比去年衰退百分之四 你就上半年结算下来 对跟去年没 所以它接下来也就从七月到十二月 要努力咯 因为要努力啊 因为如果下来大说要充四十六万台的话 B&W怎么可能缺席 因为它的车开始新世代的都出来 车子也很好 连电动车也出来了 对 电动车也很好 但交不出来啊 又是交不出来 现在就是谁能交车 谁就可以上榜了 对 然后我们同样跟B&W常常共同并论的 是这个宾市 宾市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差别比较不一样是 B&W这次呢 应该是房车的数量会拉得比较高 是哦 但是宾市的话还是GLEGLC 这些休旅车嘛 对不对 那以往大家受欢迎的C plus呢 可能这次没到港 其实也不是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所谓外汇车的车型也减少 哦 因为国外的二手车涨价了 对 那这个对冰色影响稍微会影响 大一点以挂牌数来说 因为美国自己都留的不够用了 还有可能留到外汇车市场里面 是现在是你要跟美国买 你要加价嘛 对 那就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 外汇车 你卖 就这很有道理的事情啊 那我们再看第四名的LASERS 哇LASERS这个第四名 虽然它还是第四名 但是看到跟去年比 跟上个月比 这样比起来的话 真的是昏倒 对 为什么呢 真的超好多 我们说LASERS现在什么卖最好 NX 对啊 NX啊 挂几台 它现在几张订单 9000多张订单 9000 6月挂牌数不到600台而已 那也就是说 如果照这种速度 要把这9000张消化掉的话 要10个月吧 这10个月还我不能再卖车哦 我们要拉起来不能卖车 我才能10个月 如果我一开门还得了 那个不是10个月可以解决的嘛 下半年没办法缓解吗 对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你别忘记 它接下来还有RX的大改款 RX啊对 对不对 其他的车型也都是维持到这个程度的话 所以我觉得LASERS现在它其实不是可惜 它真的是严重到没车交 我们只要看Toyota跟LASERS没车交的话 我看全世界大概也没有几个车厂 可以把这些数量控制得非常的完美 没想到日系品牌受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我会发现马自达怎么起来 马自达比较跟有一个退出这个榜单的 上个月我们在讲的时候 有一个进口车 哇强势的不得了 特斯拉吗 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不见了 马自达上来了 其实马自达跟特斯拉比较有接近的概念 为什么呢 它都是大举的交车 反正就三个月来一次 三个月来一次 反正这两个月你就可能没什么事干 然后车来的时候就是大举交车 但是马自达我觉得它的车型选择也比较多 对 因为像现在特斯拉的话 其他的车要嘛就是还不能买 要嘛就是你要排 他唯一能交就是Model 3 对 其他的你也都不行都不能买 那马自达它的选择毕竟很多 而且年轻人都很喜欢它的造型 跟它的这个科技感 那所以我觉得说以进口车 马自达一样啦 它虽然是三个月交一次车的数量大一点 另外两个月少数量的车会交出去 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非常重要 就是BMW拿到第一 为什么进口车特别重要 别忘了哦 六月以后叫什么 新年是要来的 对 如果你六月以前 就应该说七月以前 你再不交车的话 剩下的都会变什么 就年是了嘛 你就是要等新年是 新年是全世界在抢车 那变什么 明年再领牌好了 所以这一个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 好的谢谢乃哥 我们掌握完了六月份呢 国产跟进口的品牌 他们的销涨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细看一下 跟大家最有关系的 就是如果你要买国产车的话 我想这十台车 应该就在榜单里面的 大家可以来凑参考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变化 对 刚刚艾大才介绍过 我们今年国产车跟进口车 一个总量的牌 这个比讯嘛 你可以看到国产车跟进口车 几乎来到了 就50比50的这种态势 我们之前在前几 前一来年的时候 都每次都说死亡交叉点 国产车已经打趴在地上 可以看今年这个六月 你看这国产车是市头上来了 那以他的整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先讲 整个六月的国产车的 乘用车表现 他已经来到了将近一万三千辆 比去年不到九千辆数字 成长46% 这样以46%来看 你可以说 前十名基本上 他每一款车都有成长 都有卖的 都有成长 而且每一款掉下来 我们就看这个Claracros好了 刚才讲 今年这个六月的时候 这个Claracros 这个Toyota 它是五千多台 Kambaz Claracros 它是三千出头 这个多厉害 去年的这个时候 它才卖不到两千辆 所以它是成长了相当的幅度 表示这个车子在市场上 它真的很受到肯定 Focus我们也讲到了 它整个是量超过来 超车了这个Altis Altis到哪去了 Altis 已经要到第四名去了 那这里 那当然刚刚也讲了 Focus其实 它因为它有这个先贝车 它主力其实放在先贝车 你看 这一二三五辆 其实有一千出头辆 是这个五门先贝车 五门先贝车 包含Active 对 五门先贝车里面 还有580辆是Active 至于它的Focus四门房车 只占了143辆 可是去年这个时候 卖多少辆呢 还不到50辆 对 所以它这里看 Focus其实是由它 五门先贝车 最受市场肯定 至于CRV 刚刚也讲了 这个末代车型 明年 原厂就要发表新车 明年国产就要导入了 它去年 从去年650辆 冲到今年6月 还可以卖到1000辆出头 当然要话说回来 它会卖这么好 也因为说Raffle缺车 对不对 Raffle其实也是手中满满订单 但是交不出车子来 所以看到它掉下 掉下影响到 它整个在进口车的销售排名 至于Altis 你说这1100多辆 好像没有 怎么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 其实它很稳定 它去年也是卖1000多少辆 现在还是维持在1100辆 现在能破千辆真的不错 对 而且这四门盲车 能够受到市场 稳定的程度 而且你看 它是跟Corolla 都叫Corolla 它叫Corolla合并前来 更可怕了 对不对 没错 那亚瑞斯 当然这亚瑞斯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就是说 大家有一个预算取向 这个小资助 我想拥有车 这是最好入手的 因此它在市场 始终有它一个稳定 而且亚瑞斯也有它的Close 又有它很多这种配套 所以它在市场上有它的稳定度 Kix那不用说 它去年这时候也400多辆 在小改款前 它还可以维持这样的数字 700多辆 对也很好 Cuga不用说了 Cuga 它其实是 原先是Cuga有受到影响 然后现在 它也维持到一个数字 在700多辆 其实 其实它也是有欠单 因为也是有人在排队的 会不会有一些消费者 我同时订了RAV4 然后订了CRV 订了Kuga 看谁先交车 这个也 我好像有听到有人是这样 现在就是谁先交车 我就是先买那台车 但是这也是蛮厉害的 你要每个都要去给它订下来 这样子 可能就要再转单 这就有些手续 但有些消费者就是想说 我有车为王 我赶快有车 我先去排单 对 好了 这个FIT跟HRV 89的FIT跟HRV 这个时候FIT去年多少辣 127辆 HRV去年200多辆 你看他们都成长 这里面只有他们两个成长 是100 200的在成长率 因为新车款 新车的 而且这还没有反映到 它确实的一个销售量 因为它都是订单满手 至于Sienta Sienta 我们常说Sienta 没有钱威胁那么风光 但是Sienta在市场上 它是这个怎么做 我觉得它是豆吃甘蔗 市场上对它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尤其这部车子 它有无可取代性 你像现在由哪一部车可以 国产车5加2做的一个表现 而且它具备了这小巧好开 而且还蛮保质的 对 所以这部车也有这个差不多 将近20%的成长率 也就是它去年是卖400多辆 今年也是有这个成绩 所以算蛮不错的 整个来看的话 我会发现 哪些品牌车系少掉 少了就是Vios 少了Centra 其实这些车子其实也是成长的 但是因为今年大家都卖得太好了 所以他们不在这里面 了解 好谢谢大伟哥 我们看完了国产品牌 这十台车大部分 如果你要买国产车 可能就会看一下 这个榜单的销售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买进口车的话 来我们来看看这十台车 有没有新面孔在榜单上来的 关于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看了跟国产跟进口的比例 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算是一半一半 然后没有什么谁赢谁输 但是你会发觉 在这个增长率的部分 你会发现说 国产增长很多对不对 对 进口其实还是小幅 下跌1.4%多 其实国产提升了 非常多的销售数量 那刚刚我跟大家想说 这是这个 因为反应一到五月的 缺车的一个状况 六月份把这些缺口给补上了 所以你就要知道了 看完这个David给你分析 国产车的Top10的销售之外 你再看到这个 先不管谁在前面谁在后面 再看了进口车销售 Top10的这个销售数字之后 你就会知道啊 国产车啊 前几个月啊 真的是有多惨烈 多惨 卖的有多惨很可怜啊 那当然进口车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 不管是现在是乌尔战争 或是晶片 受限于传奇等等 其实都是在靠 这个倒车的数量来交车 这真的像冠宇总说的 现在是谁有车谁就是网啊 对谁有车谁就能上榜 谁有车谁就能上榜 这我们先不谈这十台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最近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 订了一台车 目前七月份这个船啊 已经开到了基隆港下船了 车子已经下来了 那就有朋友知道 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说 Eric你那台车 有没有要留啦 要不要开啊 你不开卖我 我说干什么 我订了我看都还没看到呢 他说不是啊 现在都订不到车 买不到车啊 而且又配备改来改去啊 他说 我说不行啦 因为我有选配 而且我又有订一些改装套件 所以这个加起来 已经超过车价不少 这也不可能 如果要卖也不知道怎么卖 其实我是找个理由堂塞他 他说多少钱你说 我说没有啊 你看新车三百 新车两百七 我选配选到三百一十几 现在再改装我大概已经花了快 这个三百七十万了 他说没关系 我知道你喜欢那个168 来三百八十八跟你买 他连我改了 我订什么改装套件 选配什么他都不知道 他只要有车就好了 他只要有车就好 但我没有要卖他 因为我自己想开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都等了那么久了 对 我说等了七八个月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六月进口车的top店 你会发觉很诡异啊 怎么有车 竟然不到一千台的rubble 太难得了吧 以往这一条都很长 你会觉得很不习惯吧 对非常不习惯 你会觉得非常不习惯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NS你看到没有 我们每次在节目上讲NS 大家真的很期待 对 真的大家到处问说 谁有NS 谁可以卖我 谁可以让我 九千五百张订单 消化不了 就是消化不了 所以这六百五十三 能不能够代表 他的一个这个真实状况反应 可以也不可以 可以的反应出来是什么 反应 我都没车 我都没给你嘛 不可以是表示 他其实是因为受限于产量 跟车子的提供的数量 所以没有办法 把他的销售数字给冲上来 其实蛮可惜的 蛮可惜的 那再来的Model 3这个车 就必须多讨论的 因为他要嘛是零 要嘛是千 今年交个598 我也是觉得蛮诡异的 不管他 重点来了 第四名的Camry 卖509台 咦 怎么会 很厉害吧 其实上线这个 已经常常吃三个 都买300几台去 这个月又去 还成长哦 当然我觉得 这种中大型的房车 其实真的退场的非常的多 那剩下Camry 在独撑这个市场 当然他就享有市场的独占地位 对 这一次呢 其实何泰 其实我认为他是对于这个工部门的需求啊 把政府机关的单位的一些标案采购案 拿下了不少的数量哦 事实上确实你可以 路上看到很多 工部门的车 确实都换上了全新的Camry 这是事实嘛 所以表示 房车的市场事实上是存在 工部门标案的一些消化 他没有那个预算买 这个排气量这个尺寸的休旅车 他还是必须回归到原始传统的轿车的状况 是这样 市场上就没怎么快啊 嗯 难选了不多 可以买的只存Camry而已 再来我们要看到第五名是四系列 我要找什么地方来 怎么会四系列 第七名三系列 第十名是X4 难得在Top10里面 竟然可以看到三台的B&W 不得了 而且四系列虽然是算跑车 但是还是跟三系列算是一个同家族 对不对 对 还是算是这种所谓的 不是反正现在我们讲 当我们现在讲 现在市场上的车辆就是 SUV跟非SUV车从 可以定在同一个规范里面 所以你看四系列三系列 其实他基本上同一个家族 这一次能够进榜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过宾市的休旅车双双的表现 还算是不错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B&W的X4 表示台湾的很喜欢买什么 Coupé 买运动跑旅的B&W 如果你是规规矩矩 四四方方的 譬如说像X3 可能就没有人这么的消费 台湾消费者比较喜欢跑车型的 这个休旅车 另外最后看到CX5 我觉得表现还算是稳定 稳到稳到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的销量 并没有冲上来 而且最近可能 你有感受到台湾 马斯达这个行销团队 好像又换了一波操作的球员 我们看未来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对他们的品牌的一些 行销的一些方式 能不能够再把他们的销售资料 往上推一波 好 这就是进口车挂牌 在六月份的销售的Top10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刚才我们讲到 不论是国产或进口的销售Top10 大概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SUV 要不然就是CUV 但是有这么多广大的SUV的车主 甚至于你喜欢SUV的朋友 爱注意 接下来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有可能会非常傻眼耶 道伟哥 事实上我们谈到这个SUV 它虽然在市场上 它卖得非常好 但是也有这个消费者 甚至有这个政府单位 已经注意到SUV在安全上面 它会造成对一般这个行人 或者车辆的一些威胁 因为SUV在过去 它在市场上还没有这么大量的时候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它的存在感 但是它的量已经够大了 而且从很多的事故 这长年来的事故统计 发现这SUV的这种致死率 好像比一般的这种房车 一般的乘用车来得高 就像德国 它最近就有对这个 就已经开出实力了 就说你假如发生违规 出意外的时候 你的罚款会比一般的乘用车来得高 所以你看SUV 你的罚单会比较贵 对会比较贵 这样走 对 它就有一个案例 这个有个人 这个发生这个意外 结果他拿了罚单 居然比这猪猪都快快多了百五成了 因为我觉得太夸张了 但这个德国 他们本来也就是按照逻辑 你超速越贵 就像超速一样 你超速速度越高 你当然要吃的罚警也越贵 所以他也是 可是至于在这种安全上面 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这倒是一个蛮特别的 那当然 这不只是德国有这样子的倾向 连在美国 这个他们的安全单位 他们也做过这个研究 发现 这在这致死率上面 这个在这SUV 它居然三件里面 它就可以发生这致死率的死亡 这种状况 但是在一般的房车 乘务车的话 那反而是 它低过一半的比例 才会发生这种致死率 这样子的情形 那你说SUV会有危险呢 这当然 这也不能说以便概远 因为这经过很多科学的根据 那一般说来了 SUV因为它的车 我们来看 美国来说 美国卖的SUV 基本上来说 它是属于高身材型的 对不对 正规的4x4 它当然它比较高 然后你在状况 你在视野上面 你看得远 但相据的 你在近距离的话 转角的时候 有时候会 不容易抓到一些死角比较多 而且后方也是死角 也可能比较多 但是在现在SUV 不断的朝向 乘用车划 车高也越来越低 几乎有 你会发现 只是比一般的五门仙背车 高一点点而已 这个有时候你就很难说 美国的情形 或者德国情形 就跟台湾一样 可以划上等号 SUV危险 发生了 台湾就一定开SUV危险 其实现在都是 Closeover化 但是美国你看 F150那么大 它的RAM什么的 车子都高头大 那的确 即便是碰撞的时候 也会对一般的乘轮车 不要说行人 连一般的小型乘轮车 也会受到威胁 所以这个东西 是让我们提醒 我们大家是说 这个情形 大家要注意 你假如在路上 不管是碰 我们常说 开车的时候会行人 骑机车的 你要避免看到 大货车 大卡车 有时候你看到 大型的这种 SV454 这种大尺码的 大脚的等等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可能 因为会有一些死角 不会注意到 你会有一些 靠近的时候 有一些危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六月份呢 以后我们都会讲这个双臂之针 但在六月份 我觉得双臂之针 真的蛮值得看的耶 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印象中的双臂之针 大概都是宾市领先一些 其实当看六月的时候 我们刚刚一开始 有讲过一些进口 B&W串得非常快 它六月成功的 交车量这个部分 算是赢过很多进口品牌 的确 所以它在这个月的 我们讲的双臂之针 总挂牌数 数字简单张 B&W是比较多的 2100多台 对上宾市的1500多台 那其实我们知道 像一直以来 宾市跟B&W 其实都有对等的车系 譬如说房车CES B&W 大家就熟悉的357 然后但是到了休旅车 现在的主流 宾市跟B&W 有一些命名方式的不同 宾市 譬如说最热卖的GLC 然后它有跑旅的这个Coop 那当然B&W又有X3 X4不同的定义 但是如果单以单一车型的这个数字 我们来逐一来看一下 那我觉得虽然宾市的这个也好 或是B&W的房车 整体来说大家都卖的越来越不好 跟休旅相较之下 但是你会看到 其实以1跟S跟5跟7 比较中型跟大型的数字来相较 即使大家都不好 但是宾市在中型跟大型 还是微幅的超过了B&W的销量 但是如果比较入门一点的 比较一般亲民家庭使用的 这个小型的房车的话 比如说宾市的C-Class 或者是B&W的三系列 或者是应该还要再加入 四系列的跑车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车型 那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以这个月来看 B&W的三系列的销量 是远远超过C-Class的 这个销的挂牌数 但我觉得这个当中 因为我们每个月做的这个销售 都是所谓的挂牌数 所以并不能百分之百去反映出 这台车到底谁卖的好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现在都是销车的年代 所以单就六月来看的话 B&W我觉得大工程 会是它的三系列 以及它的四系列 也有三百多台 然后再来看到休旅车的部分 宾市最好的就是GLC 以及GLC Coupe 它加总有三百四十台 那如果看到B&W 当然它的对等就是X3跟X4 其实我记得X4是三百多台 就是跑旅帅气一点的话 卖的会比方方正正的更好 所以加总的话 它五百多台 GLC加总才三百多 所以休旅的话 目前在六月的话 B&W是有比较胜算的状况 那其实加到起来 我另外有加一个数字 就是说把一到六个月 宾市大概是一万一千多台 然后如果是B&W一到六 大概是八千多台 所以以往的这个 宾市比较大幅领先 在这个今年上半年看来 B&W已经跟上 大概只有剩下两千台的一个落差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下半年 我们持续再来看看 宾市我觉得他们要努力的目标 就是在赶快这个台湾兵能够跟国外 争取更多的交车的数量 才有机会在下半年再继续把他们领先的幅度拉大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是的 没想到在六月份 B&W真的是扬眉土气 不过挂牌数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车交啦 但我们看到豪华品牌里面 BOBO算是蛮稳定的在做交车 虽然说他们没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出 但是也不断的在强化自己自家产品的这个整个的战力 状况的提升 对不对乃哥 我们要看一台车是不是已经要准备上市 我们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很明白了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验车的系统 里面有一个噪音排气 然后就出现了两台 诶 特别奇怪哦 它的这个车型是Volvo 但是它是V60跟XC40 那我们都说V60跟XC40 有什么新的车要出来还是要小开开什么 没有啊去年不是才改而已吧 对 那它推什么新动力 为什么是说新动力 因为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是以V60它的入门 而且这两个都是入门 所以大家在现在缺车的情况下 可以去考虑一下 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在Volvo这边捡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V60它本来是在这个 最入门的B4的引擎上面 它推出了一个B3的引擎 那B4我们都知道是2.0升的涡轮增压 它有197匹动力输出 但是它推了一个B3的车型 也就是说它的动力比较入门 它的入门是什么 是163匹27公斤米的扭力 其实说起来对于 我觉得以V60的车格来说的话 其实动力也够足够了 但是它动力缩了这个 大概将近15%左右 它是不是就代表说 它是一个入门的动力 可能也会有更亲民的价格 这是在V60的部分 但是XC40我们都知道 这种CV对台湾的消费者 比较有吸引力 它推了 如果它再推一个入门车型 大家可能更有兴趣 它推了一个T2 T2 所以这是油车对不对 对我们都知道它以前有T3 对不对 那现在推T2 T2是什么 1.5升三缸是T3 那T2是什么 它也是1.5升三缸 但是它的马力 从大概160匹左右 降为调 不是应该是说 降到大概129匹左右 但是以这个CV的体积来说的话 我觉得129匹应该是足够 它不算猛爆 但是足够 因为它算小型SUV 小型的 对而且价格我们都知道 之前的T3 大概在160万左右 它如果T2进来的话 而且预计应该好像是8月会进来 T2如果进来的话代表什么 它的主要对手可能可以打到 Lexus UX 所以它大概要140多万 对所以你看T3是160万 如果T2的话 它的动力变入门一点 它的车价如果能够压到150万左右的话 它直接对手就变成UX了 那它的入手的门槛就会降低 当然有更好的东西 就是比如它的Recharge 小改款被人家捕捉到 但是这一次它进来的 我们都知道它之前是P8 200多万马力很好 408匹很过瘾 两颗马达 但是现在它这个P6的动力 它也是一样 稍微下修一些 稍微下一点 然后除了马达变单车之外 最重要的是电池容量也会变小一点 也就是说它的入手的话 可能可以压低在200万以内 是啊 因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Volvo 在这个新能源车款的布局上面 可是相当的积极 除了在这个22年式 有P8的车型 做了年式的更新 然后它电池的部分也大大的升级之外 刚才乃哥也讲到了 XC40 觉得有个更入门的 意思就是把电动车入手的门槛 又再降低了一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现在热话题的电动车 在六月份销售的X5 好像有两个新当社 特斯拉Model 3 这个刚才也讲过 反正它不是零就是千 这次来个598 我觉得它是要来打我脸 我也OK啦 对啊 因为上个月就挂了 想到这个月应该是差不多零 对 因为我们一直讲 它不是零就是千 这次弄个598 它也我觉得蛮合适的 蛮合理的 希望它以后能够稳定的平均交车 我觉得可以展现 毕竟再怎么交它永远是第一名 这个不可否认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名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产品 这个算是空降部队来着啊 是吧 突然一下子的 砰 交了59台 就成为2022年6月电动车交车的第二名 这部车当然非常的特别 我个人认为它的车辆的造型设计 有一点点仿生的概念 那再加上它是属于跨界 稍微底盘高一点点 不是 车子稍微高一点点的低底盘轿车 它同样拥有很好的视野的一个呈现 以及车舱的高度有修理车 这样的一个享受度 但是却可以享受轿车低底盘低重心 再加上这个电池又在下面 是更低重心的一个操控感受 当然会相当的吸引人 其实前几天我来跟罗哥聊天 罗哥好像跟我分享说 这个现代集团的这个 不管是KIA也好 不管是 它的IONIQ 5 它的EV6 它在最近的大幅度的交车 交车的状况之下 它其实已经快要突破 就是它的整个总量 因为在北美 对是在北美的半年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 我们非常的期待未来 KIA还有继续其他的一些 电动车型的出现 那么在第三第四名呢 都是B&W的电动车 很厉害 iX跟i4 那这两管车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基本上 iX是属于纯电平台打造的车桶 i4是属于有改电的平台打造 一般我们常常印象中 有改电平台的车子 改成电之后卖的都不坏好 都卖不好 尤其是豪华品牌 尤其是豪华品牌 那前面潜力是宾式的EQC 那实际的EQC因为卖不好 现在已经下架了 那但是i4你看虽然没有 虽然是缺车的状态 它强买 而且一口气 有这个亮胶 真的是它紧绷的数字 我觉得 是的 没有那个配额 没错 所以我觉得问题点在什么 问题点就像是美国做的 一份调查报告的显示 基本上呢 价格是电动车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一般消费者愿意买 涨这样子的车子 我本来就有这个预算买4GC 直接跳到i4花我一样的钱 好 我买 很有吸引力 你告诉我说 我本来就是要买这样子的车子 4GC 这个T30-50万 来买i4 买的 我不买的 我直接买契鹅就好 可以享受那个驾驶乐趣 所以我认为这个电动车 在这个位置来说 可能是怎么讲 特斯拉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在这个位置来说 你可以看到是一般消费者 能够摸得到买得起的电动车 那当然价格来说绝对是 电电趁精良 这个掌握自己荷包控制的一个状态 当然保持续的Tai Ken又是另外一个 神话级的存在 所以它不是一般人可以购买的车子 那我们刚刚讲到KIA集团这个EV6 它同门师兄弟Ioniq 5在哪 在这里 第六名 那至于那个 宾市EQS那个电动车续航里程 以及价格天花板 在那里来 其实它卖的也还不错 你说六月份也有交车啊 有十台的挂牌数量 真的啊 对 刚好在电动车排名 就是这个Top10里面的话 它刚好是第十名 有十部的交车数量 但是十部交车数量 你要想一想 媒体试诚啊 经销商试诚车 就这样了吧 我不晓得未来 在真正车主开始交车之后呢 因为这些目前来看起来是真正 真实车主在使用的 没错 那EQS真实车主订购的交车之后 那个数字会落在哪里 我觉得非常值得关心 对 就是等七月份的时候 好 谢谢艾大 看完了刚才 我们这个六月份的电动车的销售Top5 大家应该一头一雾水说 BZ4X 怎么没有在Top5里面 他跑去哪里啊 其实我们前阵子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BZ4X 执行一个召回的动作 这从国外就有召回了 它召回的内容是这样 是说他激烈抄架之下 就锁轮胎 轮框的那五颗螺丝 有松脱的疑虑 这一个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召回事件 大家知道召回其实就是 对于车子应用出来的一些瑕疵 然后车厂做一个 回到原厂去做 针对缺失去做解决的方案 这就叫召回 那所以在全世界 大概有7000辆的行车 受到这样的影响 包括像日本都有112辆 大家都知道 苏巴路有一个双升车也召回了 大概在日本召回了92辆 那目前没有任何事故传出 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已经是在 这有点像是预防性召回了 那台湾因为有88辆的行车 所以已经交到消费者手上有88辆 对在已交付的车辆中 就是包含了经销商或者是我们的四乘车 所以是88辆 所以这88辆有回来做这一个的检修 那也就代表说什么呢 新车还没有交出去的时候 也在这一个召回的名单 因为它是全球召回 它也在全球召回之中 所以通常都是要处理完之后 才会进行交车 因为这个应该是6月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估计大概7月开始 就又回到一个 会恢复正常的 正常的交车 应该也是缺车嘛 现在大家都知道 BC4S也是缺车的状况 但是它的数字应该就是会恢复 不是0 那我们看到呢 在电动车的市场说实话 不论是升量或是销量 真的都是特斯拉 永远都是踪在最前面 但是最近好像特斯拉 也不再那么的高歌猛进 这个讲到特斯拉 特斯拉它再怎么样的掉下来 它始终是在天花板 大家还在那边看着天花板 其他还在后面 就像我们刚刚看598辆 但是第二名是58辆 这差好远 但是要说回来 特斯拉它在这整个市场上来讲的话 它的销售量因为受到了 先前这个上海封城 也不过短短的这个时间而已 对它的整个一个全球的销量 跟产量造成明显的一个波动 你看第一季的时候 交了31万辆 第二季度居然只交了28万辆 这掉了差不多将近两成的数量 关键也就是上海工厂的停工 它停工不止 上海工厂它在2020这个建成之后 当时马上也碰上了美国这个 就Virus的影响 就是那个影响 就COVID-19的影响 所以美国工厂也受到了影响 这时候上海工厂反而变成了一个稳定的 一个生产的力量 一个基地 所以它整个一个 整个去年度 这个90多万辆的 这个特斯拉的销售量 它就占了 这个特斯拉 这个上海工厂就占了一半的数量 因此这次上海一封城 它上海这个工厂一停工 马上不只是它产量有影响 而且最重要是 它连很多要供应给 这个像美国工厂的 这个奥斯汀工厂 或德国工厂的一些零件 也受到波动了 一停工马上就受到影响 因此这也是它整个销售量 掉下来的地方 但是我想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情形 虽然说终止了它八个季度的 一个连续成长 但是永久这个特斯拉在市场上 它还是热门抢手货 而是目前你购买电动车的一个标的 因此随着这疫情的回复 正常这个生产之后 它这个销售量会补上来的 尤其像德州工厂 德国工厂 它正是进入这全面量产的状况之下 销售量一定会起来的 对 更何况它即使涨价 还是很多消费者买单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宾市在电动车的状况 我们都知道说宾市的首款 推出的这个电动车是EQC 可是现在已经在官网下架了 那接下来EQ这个品牌 也就是电动的品牌 有什么样子的布局呢 欣然 对 其实EQC在台湾 算是走得蛮前面的 2019年底就进来 但毕竟它是一个 油转电的一个过渡产品 那在最近有定制 下架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其实最近最夯 大家已经看到 陆续媒体在试试 就是EQS 已经上市开始展开试驾 那接着其实在倾销商 已经传出有三台车 开始陆续在准备接单 还没到台湾 第一个就是 跟EQS有一点像 但是急剧再小一点 大概车长短了 25公分的叫EQE 但是它是跟EQS一样 真正全新的专属的EQ EV的平台是EVA2 前后双马达 然后它很特别 它就单一的车型接单 是43 4MATIC 其实就是有当初这种 油车AMG这样的一个 性能的诉求 它是前后双马达 然后476p 0到100 只要4.2秒 这个是喜欢未来电动车 这种性能快感的人 很瞩目的车 但我觉得其实另外有两台 更低价入门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电动车的价格 会是一个关键 所以接着他们也会推出 这个油改变的两个作品 分别就是 GLA转过来的EQA 以及GLB转过来的EQB 这两台车 所以它不同的 这三台车有不同的定位 那其实我们也去稍微问了一下 经销商的这个价格 很重要对不对 EQA目前的接单价大概是220万左右 那我们查一下GLA GLA180跟200 大概是193 209 所以大概就是多了十来万 刚才大家讲到 如果多一点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